一人成林就此前曾代言JPEX虚拟货币 没想要被香港证监会点名无牌经营涉嫌违法吸进 他也因此受牵连 遭到检调单位约谈 所以用他受访十坦言 自己虽身为代言人却没有拿到全额的代言费 也在该平台投资了不少 甚至亏损了15%的资产 他强调已经将手上持有的证据都转交剪掉 因此以证人身份接受询问后请回 仍然既于有民众采取法律措施进行提告 检方未来受案后 不排除将陈灵九转列为被告侦办 对此陈灵九经纪人回应称 上周已经再次前往警局 为民众提告的部分给予说明 也把所持有证据提交给警方 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 所以无法透露更多讯息 目前陈灵九工作与演唱会都会正常进行 未来也会持续配合检方调查 希望这件事能尽快水落石出